今天我和大家一起读本好书 约翰·沃瑞劳的《用户思维》 《用户思维》是一部将互联网商业模式与用户运营高度匹配的重量级作品 在当今互联网大潮及不断增长的社群经济下 集合美国当下互联网公司的核心理念 为创业者在盈利模式确立渠道选择用户定位营销策略制定上 归纳出一套系统的战略行动路线 创业者可以据此从零起步打造自己的商业帝国 像亚马逊、优步、奶飞、升田一样成为新经济中的行业领跑者 《用户思维》讲述九种订购商业模式 通过案例分析提高用户获取、体验、转化、留存的方法 通过方法建立、培养用户思维 为企业的爆发式增长提供强大的机能与动力 用户运营真正的价值是用户从访问到注册 从注册到使用、从使用到订购服务 而你要知道这些关键行为是怎么发生的 每一步有多少的留存率和流失率 用户的活跃度如何 用户的获取成本与用户留存所产生的价值 应该维持在多少比例 多大的用户留存率才能够确保企业业绩持续增长 所有的用户行为都会对应一个事件 而你的任务就是发挥并运用它 本书将带你了解为什么越来越多的公司选择了订阅模式 有时流行趋势并不靠炒作 而是因为它们的确有效 有时这些趋势甚至会蔓延到各行各业 订阅这种新的商业模式 其实几个世纪以前就有了 用户订阅报纸杂志是常见的商业模式 尽管订阅模式在互联网发展初期有所减弱 但现在又卷土重来了 以一款名为WATS App的应用为例 它有4.5亿用户 但并不靠广告盈利 因为它们的订阅服务已经做得非常好了 在用户订阅满一年后的年费仅为1美元 这为其赢得了良好的口碑和海量的用户 本书将带你阅读如何向WATS App等 采用订阅模式的公司学习 从而帮你提升高利润 保持领先 从本书中你将了解到 为什么美元提刀俱乐部 会给它的提须刀命名 游戏玩家是怎样给魔术世界 上了惨痛的一刻 亚马逊是如何利用订阅模式来追赶沃尔玛和塔吉特 订阅服务是当今的商业主流 订阅服务当现非常热门 为什么呢 订阅模式的复兴原因有三 首先 第一代不再热衷于拥有某件事件 有使用权就够了 其次 人们开始更多地在网上进行交易 比互联网初期时更加地信任该模式 最后 数据已成为了今天经济的关键 采用订阅模式的公司对其尤为依赖 这令许多商业巨头 也不得不转变商业策略 更多地使用订阅服务 例如 苹果在2001年成立合资公司 并以订阅服务一年的条件 帮一些企业把PC换成了MAC 微软也开始通过订阅的方式 来销量他们的办公软件 新的订阅经济也催生了个性化服务 这也给市场带来了新的竞争 例如 亚马逊在订阅服务上取得了巨大的成功 订阅用户每年只需支付99美元 就可以免费看电影 还能享受免费送货服务 这样一来 会员们谁还愿意去实体店购物呢 他们还刚刚开通了购物到家服务 顾客只要购买超过35美元的商品 就能够享受免费送货上门服务 订阅服务亚马逊在强大对手面前大大提升的竞争力 订阅服务能提升企业效率和运行效率 除了提高收益 订阅服务还能提升企业运行效率 首先 订阅会大幅提升公司市值 对投资者来说 订阅人数可以带来大量的现金流 长远来看 每月10美元的订阅费比一次100美元更有赚头 物业公司按月或按年收物业管理费 就是这个道理 订阅模式还简化了企业的运营流程 当拥有稳定的用户群时 你就不需要在大费周章的 去预估产品服务的需求量了 掌握用户数量后 你可以提前计划劳动力和原材料 减少库存 订阅支付也更可靠 养成习惯后 人们自然会按时付款 最后 循环性的营收模式 还能有效地抵御市场风险 订阅还可以改善你和客户的关系 基于用户忠诚度的等价服务 能创造双赢 分期订阅 分期付款 还能增强你和用户的联系 用户还会对新服务包有期待 这就增强了用户的粘性 如何 如何实践订阅模式呢 电子商务公司可以采用 一号品或惊喜礼盒模式 如果在网上销售商品 你可以用一些两个模式 来实现订阅服务 消耗品模式和惊喜礼盒模式 在消耗品模式中 公司为消耗品的用户提供订阅服务 美元替须俱乐部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会员购买一次性替须刀片后 能够享受送货上门服务 除此之外 他还建立了自己的品牌 以此避免被收购的命运 他们推出了卑微的双胞胎 和高管系列单片 给服务增添了一点乐趣 他还成功地捍卫了自己的品牌和服务 尽管他们并不生产刀片 他们从不在包装礼盒上 写制造商的名字 如果被发现只是个中间商 他们的形象就会受损 在惊喜礼盒模式中 公司会定机向用户发送主题商品 每次的商品都不一样 这会让顾客充满热情 例如 汪汪礼盒里有各种狗粮和玩具 用户每个月收到的礼盒产品都不相同 但问题是一些制造商 不会接一次性订单 就像每个月很难找到不同的专业巧克力制造商一样 经济礼盒就像特洛伊木马 例如 写幕礼盒就提供全天然产品样品的按月订阅服务 当然 他们的真正目的是吸引人们在网上购买他们的产品 如果你想建立社区 那就给用户提供网络 如果你的目标是围绕产品或服务建立一个社区 你可以试试不同的模式 在私人俱乐部模式中 公司为高管顾客提供特殊服务或体验 客户也能从中受益 由Joe Post创建的天才网络公司就是一个例子 他每年向企业家和创新者收取2.5万美元的会员费用 这些人每年聚会三次 分享创意 私人俱乐部的会员也代表了社会地位 这就是收费高的原因 例如高级度假村提供的豪华度假住宅 往往需要6位数的会员费 私人俱乐部模式要保持社区的排他性 而网络模式却恰恰相反 在网络模式中 每一次新的订阅都会促进社群和用户发展 每个成员都能受益于网络的进步 用户本身也是营销人员 What's App就是这样的 如果你说服你的朋友订阅了 你就可以免费使用 然而建立这样一个网络是具有挑战性的 你的订阅者需要紧密相连 汽车共享公司 Zipcar很早就意识到了这一点 他的第一批客户怀疑他们没有足够的汽车 所以Zipcar专注于区域的建设 最终他们的网络发展壮大起来了 然而靠口碑兼用户有时也会适得其反 魔术世界早期通过口碑广告迅速扩张后 有些支持者变成了批评者 这害魔术世界失去了数百万玩家 如果你致力于放松客户的生活 那就提供能使他们更轻松的产品 按需上门的公司也可以提供订阅服务 简化模式旨在帮助高端客户完成琐事 从而减轻他们的生活负担 无忧家政公司就使用这种模式 他们提供订阅服务 用户每月付费让技术人员上门服务 他们负责日常工作和家务 比如换灯泡或维修门窗等 商家和用户之间的频繁联系 给了交叉销售一个好机会 技术人员还会提供一些基本订阅服务中 不包含的任务 并收取额外的费用 简化模式的订阅服务 并不需要密切的联系 有时客户更喜欢这种方式 例如 虚文队就是一家杀虫公司 他们不用提前预约 是定期来喷洒杀虫剂 你还可以用安心模式 来减轻客户的生活负担 这种模式为他们提供了保障 这种模式对客户非常关心的方面最有效 例如 宠物跟踪服务可以监控宠物 并在他们离开指定区域时发出警报 这种模式是为了让客户省心 网站全天管家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他会监控你的网站 确保他不会时机 订阅服务外的收费要拿捏有度 所以你要准确估计客户需要他们的频率 如果你销售内容 使用会员制和自助模式 如果你的公司提供非实体内容或信息 以下模式更适合你 如果你的客户需要你的专业知识 会员网站模式则更适合你 你可以做知识付费成功的会员订阅网站 都提供改善业务技能的信息 例如 有的网站为承包企业提供信息和建议 每月收取89美元的费用 对于这种模式 最好关注企业对企业的销售 企业更愿意定期为信息付费 最初是一个提供如何成功管理工作室的建议的小网站 舞蹈服装行业巨头革命礼服公司 在不到四年后就收购了该公司 自助图书馆模式也是基于提供信息 通过这种模式 客户可以无限制地访问所有内容 虽然他们不可能消费所有的内容 但吸引力正在于无限的选择 在线音乐也是个好例子 如今 消费者愈加青睐 青田等在线音乐流 媒体服务 这种模式不论规模 新大师学院是由一个28岁的人发起的 他想要为人们提供更大化的艺术课程 他提供艺术教师录制的课程 这些教师后来通过订阅付费 使用订阅为精英客户提供优先服务 VIP客户在机场安检时 总排在最前面 这就是一线订阅模式 在一线模式中 公司为订阅用户提供优先访问服务 这类提议对那些不能自己解决某些问题的人 特别有吸引力 以Sillipray.com为例 他为客户提供支持 根据客户购买服务的金额 VIP顾客在15分钟内就会收到回复 这种模式不仅适用于软件公司 它可以用于任何服务为王的行业 Trayworks就是这样运作的 其他生活服务公司要几天甚至几周的时间给你回电 但Trayworks可以在24小时内与用户见面 只收取99美元的订阅费 当你建立一个一线订阅模式时 要注意接待用户的方式 设一个专门的柜台来欢迎他们 或者设置专门的电话线路 联合航空公司 为其里程加乘客提供了一条专属电话线路 所以要善待你的一线客户 但别忘了公司在服务方面也应该有良好的声誉 一线客户应该得到额外服务 如果这些客户群体增长 前端订阅服务也会成为收入的一大来源 你需要了解一些新的订阅指标 如果你曾经订阅过某样东西 你就会知道它有多复杂 作为一个订阅提供商 你最大的挑战之一是学习如何把握进展 传统的度量方法不适用于订阅 损益表显示的是企业在支付费用后留存的金额 这对订阅服务毫无意义 你需要一个新的指标来评估公司 经验丰富的风头专家为此提出了一条法则 客户的价值应该是客户成本的三倍 当然 这意味着在你等待从订阅中获得收入的时候 很难实现这一点 但还有别的办法 首先你可以把所有的利润 再投资到订阅服务上 软件公司 Bitscap就是这样起家的 在转向订阅之前 它通过各种网站设计项目赚钱 它也可以在公司外筹集资金 但不要放弃太多权利 外部投资者可能会带来真知灼见和经验 但也会带来风险 一项研究发现 在超过半数的风头公司收购中 创始人最后一无所有 第三种选择 是只收取一整年的预付费用 精英投资俱乐部Tigree21 在1月份向会员收取全年费用 使用技巧说服未订阅的潜在客户 因此 如果你已经评估了自己的情况 并决定采用订阅模式 那么下一步该怎么做呢 你如何获得新客户并减少他们的损失呢 订阅是一个严肃的承诺 但你可以用技巧来说服不情愿的潜在客户 首先 学会比较 承诺你的产品可以帮用户省10%的费用 听着好像一般般 但如果它打一折呢 新大师学院 每月29美元的订阅费 不比私人艺术课程的600至800美元便宜得多吗 你也要为产品提供试用期 这样用户可以先了解它的价值 私人滑雪俱乐部奥斯·勒布拉夫 提供2500美元的试用办会员资格 然后他们的客户再决定 是否支付每年5.7万美元的全额会员资格 减少客户流失 或取消订阅也很有必要 让你的产品成为顾客的必须品 订阅者与你的产品交互越多 他们退订的可能性就越小 例如 美元提刀俱乐部的用户 每天都使用他们的产品 除非他们打算留胡子 提前收费 会使你的客户更多地使用你的服务 还会让他们更欣赏你的服务 软件公司 Vidamode在给预付客户打九折后发现这一点 这些客户因此更愿意使用他们的产品了 最后 让我来总结一下 这本书的关键信息是 大公司与小公司都发现了订阅模式的好处 他们对你的客户来说很方便 也让打理公司变得更容易 因此 一定要找出哪种模式适合你的业务 做好研究 吸引客户 如果你想跟上潮流 就必须理解并使用订阅服务 可行星建议 放弃传统的商业惯例 订阅之所以流行 是因为商业世界发生了一些重大变化 比如数据收集越来越重要 以及新一代用户的兴起 所以不要被旧的惯例所困扰 也不要依赖于传统的度量标准 你需要一种全新的方法来分析这种新的服务模式 好了 这本《用户思维》我们就读到这里